南瓜米糊 今天准备给孩子做一个鸡排三明治 先把鸡胸肉片成片 锤成大片 再加入奥尔娘腌制料 腌制一下 我又买喷油糊了 不光颜值高 还不露油 喷出来每一次都是扇形 不用担心挂壁露油 把鸡排煎至变色之后盛出 再来煎一个鸡蛋 今天还是吃七小七早安吐司 有红豆味、巧克力味 还有香橙味和牛奶味 吐司配料干净 还特别厚实 一片吐司能分成两块 放入我新买的多士炉 加热4分钟 表面焦焦香香的 就可以开始组装了 我上喜欢吃的酱料 放上生菜、煎蛋 还有鸡排 喜欢吃什么放什么 还可以用午餐肉 虾仁滑蛋来组装 这个吐司的配料 就跟我们自己家做的一样干净 大家可以放心给孩子吃 插上4个竹签 像这样对角切成4块 从竹签破口处撕掉保鲜膜 我们的三明治就做好了 再来给孩子煎一个 蒜香烤肠土豆拼盘 锅热之后放入土豆 煎至焦香 再放入大蒜和口馍 同样炒香 煎到这个状态就可以盛出了 放入烤肠 煎变色之后放入土豆口馍一起 调味料我加了这个欧芹大蒜盐 你也可以加入孜然 做成烧烤味的 南瓜根搭好了 喜欢吃奶香味的 可以直接加入牛奶搅拌 这里我点了一点酸奶 想做一个拉花造型 可惜失败了 不过味道还是挺不错的 好了 今天早餐分享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